小李是个工程师,每天上班8小时,时常加班,经常待在办公室写程式,回到家后,再在家里玩游戏,缺乏运动,所以升级的肥肉开始增加 听到公司同仁说,喝苹果醋可以减肥,于是在网购平台上买了一箱苹果醋,开始了辛苦的减肥过程 因为苹果醋相当的甜,小李把醋当作开水喝,直到有一天,胃开始产生疼痛 看医生检查后发现,胃黏膜受损,在询问之下,才知道吃醋的方法错了好一阵子 嗨,大家好,我是辉,今天要来说的是醋,顺便来上一下国文课 醋的旧称为西,有时候在卖场,会看到用座来标示,譬如糯米座,公园座 平时出门在外讨生活,都离不开七件事,台米油盐酱醋茶,才有可能变成瓦斯,电弹器,电等 其中几项我有做过相关的影片,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哦 关于醋这种液体,可以是黑色,白色,黄色等,五颜六色的 平时听到的有公盐醋,乌醋,白醋等,加在料理 不但可以有提味的作用,还可以运用在料理 雨水稀释后,可以当作饮料来喝,对身体健康有益 但是你知道,还可以当作清洁剂吗?醋的种类有哪些呢? 你吃到的是化学醋吗?醋放久了会变坏吗? 醋的功用,还有你我意想不到的地方哦 醋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根据历史记载,时间拉回到西元1450年 有个人喝完酒后,忘记把酒桶盖上 隔天之后发现,整桶酒就已经变酸了 这种有酸味的酒,就是现金醋的起源 首先先向各位介绍醋的种类有哪些 主要分为三种,酿造醋、调理醋、以及合成醋 政府为了让消费者能够在醋产品上能够分辨差异 规定在产品包装上需标注酿造、调理和合成醋的字眼 但是呢,选择商育良好的制造公司与认清成分,才最有保障 什么是酿造醋呢? 酿造醋使用天然食材作为原料 成分单纯,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物质 能够保存丰富的营养和纯酿造的酱油或橄榄油相同 吃起来最健康 使用的食材可以是穀物 比如用米做成的白醋 或者是糯米酿造的糯米醋等 用水果酿造方面,可以适用葡萄制作的红酒醋、梅子醋、柠檬醋、红梨醋等等 一般酿造醋的过程,以白醋举例,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糖化反应 以米作为原料,用取菌把米中的淀粉转变为葡萄糖 第二阶段,酒精发酵 加入酵母菌,进行发酵而产生酒精,加二氧化碳 第三个阶段,酸化反应 等待酒精和空气中的氧气发酵到一定的程度后 加入醋酸菌,就产生醋,加水 第二种调理醋 把刚提到的酿造醋作为主原料 加上果汁、果糖、香料、调味剂等 再酿制而成 像是你经常看到的苹果醋、百香果醋等等 就是利用米醋,加上果汁调制出来 而第三种的合成醋,是用石油提炼的使用冰醋酸作为原料 经过稀释后,再添加果汁、使用色素、调味剂等调制而成 因为是用化学原料所制作 闻起来会有强烈刺鼻的酸味 但是在市面上,这种醋不会在卖场出现 醋放越久会越香吗? 首先酿酸醋存放越久,风味越纯,味道越温和 像是意大利的成年醋 巴萨米克醋,是醋界的精品 存放的时间至少10年以上 可是为什么醋放久了,还能够增添风味 还有健康不坏之身呢?有那么神奇吗? 因为在醋酸内还有氢脂性的分子 这些分子可以进入到维生物的细胞膜 同时会在细胞内解离,增加酸性 让维生物无法产生 当维生物无法存活,醋自然不会坏 而且透过时间的催化 醋内的醋酸,好会和很多种的化合物 产生化学变化,让香气更为浓郁 所以成年醋的风味比新醋更佳 成年醋以高粱醋或糯米发酵 酿造的时间至少超过一年以上 因为长期酿造熟成 因此味道中带点微微的米香味 这与葡萄酒成化反应类似 葡萄酒因为随着厨房的时间 而增加整个香味以及口感 但是葡萄酒本身容易坏 可是葡萄酒内含的糖、酸和分类化合物 会发生充分的化学反应 便可以使葡萄酒成化,味道更为浓郁 白醋为什么可以成为清洁剂呢? 白醋中主要的成分为醋酸 醋酸是属于一种弱酸 是一种天然的除臭剂 会破坏大多数细菌的细胞膜 导致微生物无法存在 而在水中会部分解离产生氢离子 经过酸解中和的作用以及化学平衡 可以让许多污渍或者是水垢在酸性黄剂下 比较容易被溶解 因此白醋有清洁的功效 当然常见的柠檬酸也是利用酸性来达到去污、除臭的效果 而且义菌大肠杆菌特别有效 如果身边没有清洁剂 直接使用白醋来清洁 安全又有效 如果要喝醋的话 稀释的比例要如何呢? 一般市面上的食用醋 醋酸的浓度约在3%到5%之间 如果真的要饮用的话 酸度3.5以上的醋 水与醋的比例约1比10 当然酸度越高的话 水的比例越高 接下来说每个人专注的减肥问题 喝醋真的能够减肥吗? 根据国外的报告 人体饮用醋之后 醋中的醋酸 会引起延迟胃排空的现象 也就是消化时间变长 食物停留在胃中的时间也加长 因此比较容易产生饱足感 在功能性食品周刊的研究 找来39名过重和肥胖的参加者 分别为实验组以及对照组 实验组的部分 每天少吃250大卡 加午餐和晚餐 都要喝15毫升的苹果醋 而对照组 每天少吃250大卡 在经过12周之后 有喝苹果醋的主别 体重平均减掉4公斤 不论是在BMI 或者是三酸甘油脂 或者是肿胆固醇 都获得明显的改善 最后要说的是 喝苹果醋是最常拿来当减重的方法 喝苹果醋的好处多多 但是要记得 有吃慢性药或低血压疾病的人 要先学问医生 是否可以饮用 如果怕苹果醋的酸 会腐蚀牙齿 可以喝完再漱口 或者是用吸管喝 记得要选择纯酿造的苹果醋 以免被添加过多的糖 减肥不成反而还增肥呢 再配合饮食和运动 才是真正能够达到 健康瘦身的效果 我们下次见 拜拜